如果你是黑色控 如果你喜欢大切斗机 如果你喜欢吉普 这款2018年的大切斗机 可能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在我们面前这台 就是2018年全新的大切斗机了 这一台是个Laredo Altitude版 原来没有这个版本的 之前唐大叔介绍过Laredo 如果没看过同学可以去看 它有适应的人群 它有高性价比和一些优势 但是之前唐大叔一直觉得比较遗憾 一个就是毕竟大切是豪华SUV 作为一个没有皮衣选项 而且配置相对简单的 价位的SUV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遗憾和一个 英文叫Miss Opportunity 我觉得没有弄好 因为其实可以做一款性价比高的 这种SUV适合更多人 今年看来我们会有一个 Laredo Altitude的选项 我觉得非常不错 而且这台特点有点像木马人 Willis那种感觉 它就是黑色主题的 咱们先从后面 珍珠粉一样的反光的 可能比较难看到 但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另外的话 轮毂是黑色的 比起原来17寸的 Laredo的话 这个好很多的 再来的话 大切诺基的标志 也是黑色的 吉普 大切诺基 还有4x4 这三个东西都黑色 就非常非常漂亮 那前脸的话 是17款之后都改款了 那也顺便提一下 这个1817 其实都是样子差不多的 因为去年改款了 再带一下 改过之后 前面 三维斯拉格尔就像木马人一样 七大洲 对吧 都能去 另外的话 七大洲 也就是全世界喜欢吉普的人 都能找到 再来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钩子了 这也是和这个Altitude Package 一起的 所以前面是有钩子 大家知道原来 如果有这种钩子 就给人一种越野的感觉 对吧 有一种这种四驱车的感觉 原来只能在Overland 唐大叔说 做次未知的探险 Trialhawk 越野之鸡 这两款折扎能找到 那现在呢 这个Larado Altitude 这个版本竟然有了 那大家可能前面后面呢 侧面也基本看一下了 那我现在开始细讲了 Larado的Altitude呢 这它就标配 已经有很多不错的东西了 另外的话 这个级别呢 它这个后面的DDD 这个后面的DDD 到后雷达和这个 到后影像 已经是标配的了 好吧 另外呢 大街上面有Roof Rack 对吧 上面的架子 可以把它横过来 放行李什么 这台车呢 大街它有不同的定位 从这种偏越野一点的 到偏城市一点的 那到最后 那个新的SV呢 它是有分类的 但从这个外观一看 这台车Altitude嘛 对吧 这个高海拔 唐大叔也是很喜欢高海拔 这个登山的运动的 虽然自己没去 但是我一直很喜欢 所以这些用高海拔呀 或者Summit这些命名的呢 我都挺喜欢的也是 所以那这是Altitude 它这个意思也是 你可以去高海拔 也就是说到处去探险了 那这是一个偏越野定位的 那Summit和Limited呢 相对是偏城市一点的 那最后SRT就是一个新的ACV了 这里顺便顺便一提 那顺便还提到一个 刚刚说前脸会看得更严美一点 更粗犷一点 那一系款之后呢 包括18年这个字体 Grand Cherokee这个也改了 那外面绕完之后呢 也讲了一下外面的标配的东西 里面呢 那这台车呢 也是这个叫Keylai Sentry 对吧 高级BSV 手一放这儿 那就可以把车门打开了 那这台车是刚刚进来 还没做PDI我们讲 就是说电池那个还不能用什么 所以这车可能 我看能不能发动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一个主要的变化呢 今年这个中一U-Connect系统 大家这个比较认同 说是最好用的一个车载系统之一吧 那现在还打不开 因为这个车还没做PDI 我之前讲的Compass已经讲过了 Google那个Android Play和Apple CarPlay 它已经现在有了 在手机上一连之后 可以信息啊 底图啊 听歌啊 各方面就比原来车在这种蓝牙的方式 去好用很多了 从配置的角度来讲 这个Audit Package 我觉得和Limited 像刚刚唐达说的 一个城市定位 一个月定位 这台车给你一个高性价比吧 这级别里面一个选择 那另外一个标配的这个Larado呢 它的四驱系统 你是这里看不到这一部分的 对吧 它就是一个像我们一般讲的全驱车的 所以很多人说全驱啊 四驱其实有区别的 全驱车就是说一定的动力放在前轴 前轴或者放在后轴这样子对吧 让车在雨天表现更好 雪天能帮助一点 但真正的四驱的时候呢 你等于四个轮子都有25%的动力 它也会调整的 跟这个车都很聪明很智能了 你可以放在自动模式里面 就给你这个自动车子会决定 另外的话你看到这个了 那For Low也就是说这个车四驱系统有低速四驱的 另外这台车呢 它是有这种下歇波的时候 帮你控制速度那种功能 那再看过来呢 1718呢 它现在有这种另外一种节能的方式 那这台车呢 因为它这个在红绿灯的时候可以自动停车的 大概能省个7%到13%的油吧 如果是时间长用下来的话 所以另外一种节能模式 另外的话呢 你有三种驾驶模式的 对吧 平时的话呢 这个ECO的意思就是节能模式是默认打开的 那塞车啊 或者城市开可以的 那你按一下这个钮呢 就节能模式关掉变成正常模式 那开起来感觉就哦 动力更好一点 另外你可以把这个运动模式打开 上了高速运动模式一打开开的爽爽的 油耗也不会很高 如果城市堵车什么的 那就ECO mode 节能模式打开 那如果说车上人多了 或者放点 拖点东西啊 或者放很多东西 你可以就正常模式 那再配合咱们真正的四驱了 这个是非常爽的东西 另外两个看不到的呢 那就在越野之音 Overland和Summit上面升降的那个东西 空气悬挂 舒适性会好一点 而且会升高升低的 那大家自己要选择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那真的喜欢那个级别 我就建议上Overland 或者是Trialhawk那些了 对吧 平时呢 放在自动其实就可以 如果是对吧 沙泥雪 那你就相应调过去 车子呢 它自己会知道的 怎么来这个通过电子控制这个车的一些东西 那最好的这个性能表现 另外的话 有石头 一般是看不到石头 石头和这个两个是一起的 那肯定是用的比较少的 所以呢 对吧 大家再看一下内饰呢 原来这个大千诺机 其实是这种金黄色的那种感觉 对吧 金黄色的 那现在的话呢 你看黑色配这种银色非常漂亮 再来刚刚提过 就是说来日头一直觉得很可惜 没有皮椅 那现在的话呢 有皮椅了 中间这个呢 和SRT有点感觉一样 就是皮椅中间 这一小块 对吧 中间这一小块是布的insert 这个东西呢 第一呢 你人坐在这里不会滑来滑去 对吧 第二的话 夏天的时候屁股没那么热吧 再来的话 这个东西不用担心 真的挺那个耐用的 那现在唐大叔坐到后面 大镜头机 这个大小是 全大小SUV嘛 差不多这样子 空间都比较标准 以唐大叔1米73左右的身材呢 还是舒适性各方面挺好的 另外呢 大县呢 稍稍能调一下 座位的角度 对吧 有些车是不能调的 挺好的这块 另外呢 这台车配了一个叫 All-Weather 就是全气候capability 全气候性能的这么一个组 所以它里面其实有送脚垫的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后面 以后我们去看一下 那刚刚说了 是电子的后尾箱 原来这级别可没这些东西 对吧 非常好的 那他说说的脚垫呢 就是这些原厂配的 吉普脚垫 这个防水的 对吧 全气候的 然后在那个后尾箱 这块也配了这个 那就是这个官方名字 叫All-Weather Capability Group 非常非常好 唐大叔呢 原来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V6 对吧 四气系统 不错的四气系统 那就选Limited 如果说主要城市开全气系统 其实是可以选这个 Larado的 但它没皮 对吧 就显得比较 这个价位比较低档 那这个Larado的 算是特别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这个叫Altitude Package 唐大叔看了都有点心动 唐大叔呢 今天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这个2018年的车 18年的大倩呢 加了这些级别之后 我觉得非常令人兴奋 好的 那如果还没订队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呢 不太喜欢呢 不要给我差评了 在下面留言互动吧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革华 当然可以来跟唐大叔 买鸡谱 来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话呢 就这么多了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云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Bye 拜拜